律师认为好莱坞男星Johnny Depp状告前妻Ember Hurt诽谤 Johnny Depp没得赢Ember Hurt没得输 到底为什么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Law Sis的法律达人 我是Angel 我会在这个频道带大家以法律角度 一起探讨生活上发生的事 以及分享生活上的法律小知识与智慧 希望能借此提高您的法律思维 最近有一只恒火的新闻 就是关于一位前夫控告前妻诽谤的法庭案件 在2019年2月 好莱坞男星Johnny Depp状告前妻Ember Hurt诽谤 并求偿5000万美元 因为在2018年12月 Ember Hurt在华盛顿邮报 发表影视Johnny Depp家暴的文章 让他的演艺事业毁于一旦 另一方面 Ember Hurt在2020年8月 也反告Johnny Depp诽谤 索赔1亿美元 声称Johnny Depp指质他 变造了整个事情 声称他为骗子 因此损害了他的名声 这场试剧审判是在2022年4月11日开始 在维吉尼州Ferfax县的一家法院进行 因为华盛顿邮报在线版的服务器 就是server是位于Ferfax县 因为这次官司是全程直播 所以大家能够直接目睹一切 罗西斯也来赤瓜 Johnny Depp与Ember Hurt的诽谤案件 令人堂目结实 大多数证据和证人都清楚地指出 Ember Hurt就是侵略者和煽动者 而且Johnny Depp作为 周与Ember Hurt发生极烈冲突 他的一截手指断掉后紧急送医 但是事后Ember Hurt呛他 余代嘲讽说 告诉大家这是一场公平的打斗 看看陪审团和法官会怎么想 告诉世界 我Johnny Depp是家暴受害者 看看有多少人相信你或站在你这边 这场官司的审讯中 还记录了在Johnny Depp的床上 竟然发现有人分的事件 以及Ember Hurt和网络救世主 Elon Musk有一腿 还有很多与Johnny Depp的 证实有关的搞笑视频 例如Johnny Depp成为了 道听途说Hearser的专家 Ember Hurt的律师反对 他自己所问的问题 以及Ember Hurt律师团 被锁得团团转的片段等等 但是Law Sister觉得 有时候双方提出的论点和拿出来的证据 跟这场官司几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双方只是用尽全力来让对方看起来更不堪 这导致了许多人似乎都忘记了这次审判 到底是为什么了 这场输送的判决可能需要诉周的时间 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几乎已经有了明显的赢家 一群狂热的Johnny Depp粉丝 已经占领了Twitter和TikTok 发布了有关律师发问问题的 搞笑视频和图片 并攻击了任何支持Ember Hurt的人 网民纷纷留言说 从家囊到被家暴 逃出家门手指差点被隔断 Johnny Depp终于成员得雪 有人甚至说Johnny Depp已经赢得官司了 虽然任何根据互联网的反应来判断此案件的人 都可能会认为Johnny Depp的支持毫无疑问是压倒性的 并且开始会认为Johnny Depp可能会赢得此案件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在美国 官司并不是由法官来做出最终裁决的 而是由一群平民组成的陪审团来裁决 而这场审判中一共有七名陪审员 基本上法官是来维持程序的进行 以及确保双方都依法提出合理证据的 最后决定被告是否有罪是交由陪审团来决定的 实际情况是陪审团是不被允许查看互联网对案件的反应的 他们是通过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整个案件 他们必须遵守美国法律的 让Lossis告诉您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法律是如果陪审团查看互联网对案件的反应的话 这将成为误审的理由 整个陪审团将被解散 案件会被下令重新审判并且由一组全新的陪审团来进行 所以每次陪审团离开法庭时 即使只是为了赐武犯 法官也会提醒他们不要看任何关于审判的相关报导 因为他们必须根据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情来做出决定 而不是根据其他任何报导 例如在这个阶段 他们都不应该知道 Ember Hurt所提到的遮瑕膏 其实在2017年还没有生产出来 如果陪审团在进入审议阶段的时候 任何一个陪审员提到了他在网上看到有关此案件的一些评论 那么整个陪审团都被污染了 如果罚官或Ember Hurt的律师得知此事的话 整个案件将会被下令进行重新审判 毫无疑问 到时候这场演出将重新开始啦 其实这是一场诽谤官司 而不是一场离婚官司 这场官司不是来证明到底谁家暴比较严重的 而是Johnny Depp控诉Ember Hurt诽谤的案件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在确定诽谤是否表面成立之前 Johnny Depp必须先证明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 Ember Hurt的文章必须是诽谤性的言论 第二 该文章必须提及或指名是Johnny Depp 第三 该文章必须向Johnny Depp以外的第三方发布了 第三个要素没问题 因为Ember2018年的文章已经被小报太阳报发布了 Johnny Depp在这案件所面临的困难是 第一 他必须证明Ember Hurt的文章是指向他 第二 Ember的文章损害了他的声誉 第三 他必须证明他因为该文章而遭受了5000万美元的损失 还有第四 他必须反驳Ember Hurt的抗辩 就是justification 他是讲事实 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两点 第一就是什么是诽谤性的言论 第二什么是家暴呢 一般而言 如果某项言论会降低一个人在公众眼中的声誉 该言论就是诽谤性的言论 关于什么是家暴 美国司法部DOJ将家庭暴力定义为 任何关系中的一种虐待行为模式 这种行为被一个伴侣用来获得或维持 对另一个亲密伴侣的权利和控制权 家庭暴力可以是身体上的 性的 感情上的 经济上的 或会影响他人心理的行为或威胁 这包括任何恐吓 操纵 羞辱 孤立 胁迫 威胁 折备 伤害 或伤害某人的行为等等 所以根据以上家暴的定义 受害者可以是配偶 性伴侣 约会伴侣 亲密伴侣 家庭成员 孩子们 和同居者 这里顺便说一下 在马来西亚家暴只适用于已婚夫妇 因为马来西亚的1994年家庭暴力法令有明确提及配偶 其实并不包括未婚夫妇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Emberhood的文章 Emberhood 2018年的文章有提到 两年前我成为了代表家庭暴力的公众人物 我们看到 Emberhood的文章的内容是指责某人对他家暴 这显然是诽谤性的言论 是会对这个某人扣成诽谤的 但是 Emberhood的文章 并没有提及或指明是Johnny Depp对他家暴啊 所以 要成功 Johnny Depp必须指明该诽谤性的言论 所指的就是他 有时候 就算没有指明道姓 也仍然可以诽谤一个人 由于文章里没有提到Johnny Depp的名字 他必须证明有关的言论 是会被一些读者理解为指控Johnny Depp对Emberhood家暴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读者会不会理解Emberhood的文章里面 所指的就是Johnny Depp呢 在2018年4月 英国小报太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声称Johnny Depp为wife bitter打老婆者 导致Johnny Depp起诉 小报太阳报的出版商News Group Newspaper以及其 编辑Dan Wooten诽谤 但是这场诽谤官司是以Johnny Depp败诉收场包括上述 罗斯斯觉得有了之前在2016年有法庭发出针对Johnny Depp的临时限制令和太阳报的wife bitter打老婆这个标签 以及在英国输了诽谤官司的情况之下 很多读者会觉得Emberhood的2018年的文章里面所指的显然是他的前夫Johnny Depp本人 Emberhood在2018年的文章说到 两年前他成为了代表家庭暴力的公众人物 就算没有子民道姓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显然是指他的前夫Johnny Depp家暴他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Emberhood2018年的文章是针对Johnny Depp的言论 接下来Johnny Depp还要证明Emberhood2018年的文章损害了Johnny Depp的声誉 但是Emberhood便称这篇文章并没有改变Johnny Depp的声誉 因为Johnny Depp家暴的指控早就在前两年就是2016年已经被报导过成为众所周知的旧文了 相反的Emberhood说Johnny Depp因需酒和吸毒而毁掉他自己在好莱坞的职业生涯 使他在电影制片商严中变得不可靠 另一方面Johnny Depp就提出与Disney的《奇幻之旅》第五集的2500万美元合约当证据 他说在Emberhood的文章刊登后第十天自己就被逼与Disney解约 为了在这场5000万美元的诉讼中胜诉Johnny Depp必须证明他的禁忌损失 我们现在看到Johnny辩称他已经失去了2500万美元的合约 他仍然需要证明其余的损失 但是审判仍然在进行中或许Johnny Depp将能够证明整个5000万美元的损失 假设Johnny Depp能够证明他的损失他赢得此案件的机会仍然渺茫 因为如果Emberhood成功提出以下任何抗辩 Johnny Depp将会输掉这个案子 让我们来看看诽谤的辩护理由有哪些 而Emberhood将会运用哪一种辩护理由呢 诽谤的典型辩护理由有四种 第一种是真实的理由 就是文章里的言论是真实的 例如如果A真的是一名被定罪的罪犯 那么关于A被判刑的言论并不扣成诽谤 第二种是公平评论 就是对公共利益问题诚实地表达意见的声明 第三种是绝对特权 如果某种情况或某个人受到绝对特权的保护 即使他们是诽谤性的也不能因为这些言论而被起诉 例如当我们报告法庭输送和判决时 如果是公正准确以及同时性的 我们将能享受这种绝对的特权 第四种理由是有限制的特权 这包括声明的创作者由法律或道德义务来发表这样的声明 或者他发表这样的声明是为了促进合法的共同利益 例如前雇主可能有资格将有关前雇员性格的信息转达给该人未来的雇主 如果他被要求提供参考意见的话 但是如果索赔人可以证明该声明的作者是出于恶意的话 那这个有限制的特权的辩护将会失败 Law sister觉得Emberhood的辩护很可能是真实的理由 justification 其实两年前他真的被Johnny Depp家暴了 如果Johnny Depp真的有对Emberhood施加了以下任何一种家暴 例如身体虐待 性虐待 感情虐待 经济虐待 心理虐待 哪怕只有一次Johnny Depp对Emberhood家暴 那也是家暴啊 也会给Emberhood一个完美的辩护 让他得以脱罪 所以这意味着如果Emberhood的文章里的言论是真实的话 该文章将不构成诽谤 Johnny Depp将会败诉 在这案件里 Emberhood是否也对Johnny Depp施加了家暴 或者有挑衅Johnny Depp呢 如果有的话 这可能会减轻刑罚 但是这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啊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 到底Johnny Depp有没有对Emberhood施加了家暴呢 因为在美国诽谤的语言告必须证明有关他的言论是虚假的 在英国反而是诽谤的被告必须证明他说的是真的 所以在美国Johnny Depp有举证的责任 就是他必须证明有关他的言论是虚假的 这意味着Johnny Depp要在美国打赢这场诽谤官司比在英国还要难 除此以外 Johnny Depp还面对另外一个额外的困难 因为被诽谤的普通人的原告 只必须证明被告言论的疏忽 就是为行使英偶的注意就能索赔 而身为公众人物的原告 必须证明被告确实存有恶意的 那如何证明被告是存有实际的恶意呢 Johnny Depp是需要证明 Emberhood明知这是虚假的言论 或不顾是否是虚假的而发表该诽谤性的言论 Johnny Depp必须通过明确而有说服力的字句 来证明被告Emberhood存有实际的恶意 要知道这不是通常在民事案件中一般的举证质认 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然而我们知道Johnny Depp已经在主政标准交低的英国 经历了两次败诉包括上述 而且在美国打赢诽谤官司比在英国还要难 看来Johnny Depp要在美国打赢这场案件的几率也不会很高 但是Lossist相信Johnny Depp的律师已经向他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咨询 尽管如此Johnny Depp日南决定花费数千万美元来让他的故事就是他被家暴的版本在法庭上被听到 这表明了他对恢复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决心 虽然Johnny Depp还没有赢得这场官司 但是他在公关胜利就是PR Victory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Lossist重新希望Johnny Depp能借着这一次公开他被Emberhood家暴的版本 得以摆脱家暴者的标签 让他的职业生爱重回正轨 上面提到Johnny Depp有举证的责任来证明有关他的文章是虚假的 就是Johnny Depp必须证明他没有对Emberhood实施家暴 而Emberhood的文章是存有实际的恶意的 那Johnny Depp到底有没有对Emberhood实施家暴呢? 在法庭上Johnny Depp说在2015年12月他在试图阻止Emberhood攻击他时 不小心用头创到了Emberhood的头 然后Emberhood曾试图用指甲油来假装他的彼此被打断了 话虽如此Johnny Depp确实承认有在2015年用头创了Emberhood的头 虽然是无益的但是这需要陪审团来决定是否有益还是无益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位证人的证词 就是Johnny Depp和Emberhood在2015年的婚姻顾问和治疗师Loreal Anderson 他作证识说在Johnny Depp和Emberhood的婚姻期间存在互相虐待的情况 就是Mutual Abuse 他形容Emberhood害怕被遗弃 致导致他对Johnny Depp施加暴力 他还说Johnny Depp比Emberhood更试图缓和暴力 但是这位证人的最重要的一句证词是 他说两个人都曾经发起了肢体冲突 这位治疗师进一步作证说 Johnny Depp和Emberhood小时候都被父母殴打过 称Johnny Depp几十年来控制得很好 对以前的伴侣都没有暴力的行为 但他和Emberhood在一起时就被激怒了 这位治疗师还表示说他曾经通过照片和亲眼看到Emberhood身上的余伤 虽然官司还不到三分之二 根据以上的证据 Locis觉得除非有说服力的新证据支持Johnny Depp无论如何都没有加暴过他 以及Emberhood的文章是对Johnny Depp有实际的恶意的 Johnny Depp赢得这场诽谤 官司的机会仍然渺茫 这就是为什么在Johnny Depp的案件陈述结束时 Emberhood的律师要求法官驳回此案 宣称Johnny Depp没能证明他的控诉 Emberhood的律师Benjamin Rothenborn说 如果法院同意Johnny Depp哪怕只有一次在身体上 情感上或心理上对Emberhood家暴 Emberhood就会赢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法官拒绝了Emberhood律师的请求 因为他认为陪审团可能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证据来证明诽谤 所以如果您是这次审判的陪审团之一 您会发现什么蛛丝马迹的证据来证明诽谤吗 您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Johnny Depp声称曾经在2015年 五一的用头创了Emberhood的头 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呢 您又到底会不会接纳他们的婚姻顾问和治疗师的证识 说他们之间的婚姻存在着互相虐待 mutual abuse的情况呢 到底Emberhood在2018年的文章是否有影视Johnny Depp家暴呢 是否有损害Johnny Depp的胜誉呢 是否扣成诽谤呢 到底Emberhood的文章是否有对Johnny Depp存有实际的恶意呢 而Johnny Depp是否因为Emberhood的文章而让他的演艺事业和名声毁于一旦呢 您觉得Emberhood到底有没有被Johnny Depp家暴呢 而让他有一个完美的辩护 导致他得以救诽谤的控告而脱罪呢 就算任何一方赢了 不服的一方也有很大的可能会上诉 到底是谁可以笑到最后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这里是Law Sis的法律达人 如果您想让我们探讨什么话题的话 记得留言让我知道 别忘了订阅Law Sis的法律达人的YouTube频道 谢谢 我是Angel 我们就在下一集见啦 拜拜